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7个消息 KEPULO MNET的女团选秀节目Girls Plany 10月22号确定了9位出道成员 1位Kim Chaeyun 2位Hu Ninh Bahe 3位Chu Jin 4位Kim Daeyun 5位Soyoung Eun 6位Kan Kien Seo 7位Ezaki Hikaru 8位Sakamoto Mahiru 9位San小婷 6位韩国成员,2位日本成员以及1位中国成员 出道团体名是KEPULO 其中成员Chu Jin,Kan Kien Seo,是Ido出身 而Shu Ninh Bahe 也是Tomotor by 2K的成员Shu Ninh Khai的妹妹 那个中国成员真的不能不被选上 实力又好,是能够吸引人的类型 Waha Ju Jin出道了,恭喜你 真的又漂亮,实力又好 所以有静静的姻缘你 希望能更成功 所有出道,未出道的孩子们 大家都辛苦了 PUA被酸民攻击 目前PUA在Steam Woman Fighter担任评审 而在10月19号 播放的准决赛对决中 目前排名4位的YJS 输给了5位的Lachika后 最终淘汰了 对此,部分国内外的网友们觉得 因为Lachika曾经参与过PUA的Better歌曲 所以PUA的评审不公正 偏爱Lachika 进而到PUA的埃及底下留恶评 我以为只有在韩国骂 原来全世界都在骂 没有让你们支持的对应 就这么光明正大的留恶评 太恶心了 酸民们很可笑 你怎么不像PUA一样 又能唱又能跳 成功后去当评审呢 为什么要蹲在房间里骂呢 181的诅咒 Kim Sono原本出演的综艺节目 181 这几天宣布了Kim Sono的下车 但是在前女友的有些误会发言之后 反对Kim Sono退出 181的KBS电台情愿 也突破了15000多 而因为181第一季的时候 MC萌逃避兵役 第二季 Omtaeung性交易 第三季 穷军有偷拍事件等争议 相继退出了181 所以第四季Kim Sono的下车 让181的诅咒 也重新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竟然都有一万人情愿了 希望你们能遇到 跟Kim Sono一样的男朋友 说实话 对Kim Sono来说 现在下车应该比较好吧 181制作组 在邀请一人的时候 真的要好好审查了 公开举及拉屎后落魄的人 这几天 韩国一个大楼的墙上 贴了这样的一个横幅 在该大楼楼梯拉屎后落魄的人 不自首的话 会将你在楼梯拉屎的CCTV 上传到网络上 然后附上了这张照片 呃啊脏死我了 不是 因为真的很急拉了也就算了 最起码要处理一下后再走吧 我们家前面之前也有个人拉屎后 把内裤都拖在那里后离开了 18 风TWICE 前几天 为了纪念出道6周年 TWICE以韩文 YOUK作为风格 打开了直播 首先是 Nayan Mina的YOUGA 成羊是YOUKSHIKKUNYONG MOMO SANA是YOUKKAJANG泡面 肌肉是TAYUGI 股肉太羊 成羊是UJINGUGAME的YOUKAKYON 子余是AyukdeJIGOLASU 啊好可爱 QQQQQ 每年都是塔香跟抢严罪造她自己QQQ 啊孩子们好像每年都是在等待这一天 女爱妒怎么会每年都这么真心的装扮呢 QQQQQ 21完全体 最近以个人新专辑而怕回归的鞋 在回归直播的时候 公开了收录曲LADY的21版本 除了因为行程问题没有录音的名机之外 歌曲里有拍公跟三大膜的声音 当然 XIE版本的LADY也很好听 但是在听到三个人声音的时候 自动就会联想到TAYU1的那种感觉 这个直播真的是感动了所有粉丝们 果然 三大膜跟PAKUN的声音一起出来 歌曲就会更生动 当然 XIE的SOLO也是很好 但是传奇就是传奇啊 只是不停的流泪 真的太好了 我爱你们TAYU1 你们是我记忆中永远的偶像 真的是很宝贵的回忆 完全体 拍到一半才知道有床戏 目前人气很高的Netflix韩剧My Name 因为制作组没有事先告出 女主韩索尉会有床戏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最近在一次采访中韩索尉提到 拍戏拍到一半后才知道有床戏 一开始也觉得有疑问 这个床戏会不会妨碍剧情 但是听完导演等个解释后 了解到了角色的心境转换 应该要事先得到同意吧 不是重量级一线艺人的话 能容易拒绝吗 我也是觉得只要有个吻心也很适合 非得要这样吗 虽然没有事先得到同意是有问题 但是那个片段在整个剧情是很需要的部分 PT's漫威永恒组 庞谈虽然成员批于其名演唱的歌曲Prenze 将会加入漫威最新电影 永恒组的OSTY排列中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永恒组OSTY专辑公开了收录曲10首歌 其中《庞谈虽然的Prenze》也包含在内 而Frenze这首歌是2022年2月发表的 Map of the Source 7的收录曲 也以几名参与制作的歌曲非常有名 首次被选为漫威电影OSTY的韩文歌曲 恭喜你们 这不是几名第一次制作的歌曲吗 太厉害了 这首歌的内容不是几名与V的个人故事吗 不过副歌部分真的非常感动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